驴潭水岸步道历经三任处长的崔森 经过各方协调之后 终于在今年顺利的发包了 120公尺长发包金额为1580万元 将以钢垢洗露骨材扑面 打造最适合游客来驴潭践行的水岸步道 驴潭水岸步道是许多当地民众 以及游客在潭北环潭的时候 就会遇到最后一段 120公尺长的路段是无法串起的 华东纵骨管理处历经多年 在多位处长的共同催生之后 终于是在今年发包成功 并且已经开始在施作钢垢水岸步道 目前这个水岸步道改善工程 那已经发包了 那已经在8月14号申报开工 那预定的完工期限是在明年的春节前 那表定是在2月9号前被完工 那本案的工程金额 发包金额是1580万元 它整个工程的步道的长度 都是用战桥 打装战桥的方式施舍 那长度是120公尺左右 完成之后将提供游客来到鲤鱼潭 有更完整并且友善的践行路段 水岸步道施工时间将在110年的2月完工 一旦完成将串接5公里长的环坛步道 游客不用像以往 只要来到台北码头就必须折返 120公尺长的水岸步道将打装16根基桩 让水岸步道能够更稳固的提供游客践行 环坛游气的使用空间 记者林杰是方向采访报道